好的,我今天晚上所讲的是启示录的书信 耶稣给七个教会的书信 第二个部分 这是启示录第三章 这个图片 你看到就是后面的三个教会 这就是萨地非拉铁非老底家 首先是萨地教会的书信 启示录三章一节 你要写信给萨地教会的书信 那有神的欺凌和欺信的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 其实是死的 你要警醒 见故那圣下将要率位 原文其实就是死的 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 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 怎样听见的 又要遵守 并要悔改 若不警醒 我必临到你那里 如同结一般一样 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 这个耶稣所说的话对这个教会是非常的严厉 后面我们会看到他们有几个是神称赞的 没有误会自己的衣服的 但现在这里所说的 耶稣写给他们说那有七灵 神的七灵就是意思是完整的灵 圣灵和七灵七灵就是这个教会的使者 就是掌管七个教会的使者 每个教会的使者在是在神的手中的 说我知道你的行为 按名你是活的 这是说名义上你是活的 你说你是基督徒 但其实是死的 这个是非常严厉的话 就是他们有些人去已经不得救了 已经没有啊 不是神的儿女了 已经去离开神了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 我们就看一看下面这句 你要警醒 建顾那圣下正要晒位的 原文其实是死的 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 没有一样是完全的 这你说的是什么呢 你要建顾那圣下来将要死的 将要死就是还没有死 但在这个死的过程 为什么翻译和和本的人将这个死 改为下一位呢 其实有可能是他们的神学 因为有些人的神学是这样的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其实圣经可能有些可能会很惊讶 就是说其实圣经没有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圣经里面有说没有人能从神的手里把他们夺去 神的羊 问题是谁是神的羊 在这些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人 他们说是有一次真正信主的就是得救 以后就不能失去救恩 但是这个经文是我的羊 耶稣说我的羊没有人能从父的手里面夺去 就行碰觅invest吧 就需要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然后我可以给你一些经文 我们其实在耶稣讲 这个三种的比喻 在三种的比喻里面 耶稣说什么呢 有四种泥土 有落在前途的 他们接受了 他们接受但很快就离开了 所以这是他们就是没有根 所以他们本来是已经接受耶稣 领受了耶稣 所以本来是得救的 但后来就失去这个救恩 然后这个落在荆棘里的 这是他们落在荆棘里面 就是说有世上的迷惑 钱财的迷惑 世上的思虑 令他们把这个道捆绑了 所以他们就失去救恩 其实圣经除了这个经文 还有不同的经文 这个 西伯来书六章四至八节 是非常清楚的一个经文 西伯来书六章四至八节 现在我没有打出来 你们自己可以翻圣经看的 西伯来书六章四至八节 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 尝过天恩的滋味 又与圣灵有份 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 觉悟来世全能的人 若是离弃道理 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 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 从丁实际下 明明的羞辱他 这个经文非常的清楚 就是说蒙了神的光照 本来他们是在黑暗里的 现在已经蒙了神的光照 而且尝过神的天恩的滋味 已经尝过神的属天的滋味 尝过神的同在 神带来的恩典 又与圣灵有份 他们已经经历过圣灵了 有份就是已经经历过圣灵了 经历过圣灵 就是说圣灵已经感动他们悔改信主了 因为如果不去圣灵的感动 没有人能称耶稣为主 圣灵来到叫我们为罪 为义 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所以有人会知道自己的罪 有罪的责备 有圣灵的提醒 而且圣灵感动他们信主 也有圣灵的果子 仁爱喜乐平安 这些神的果子临到他身上 已经与圣灵有份了 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 已经尝过神的美好的善道 这个美好的神的话 神的话的味道 觉悟来世全能的人 已经觉悟了 这个来世的全能 这个将来的全能 神的全能 已经经历过了 所以很肯定是已经得救了 若是离弃道理 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敖悔了 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 重定实际上 明明的羞辱他 这里说他们已经尝过神的 天恩的滋味 欲圣灵有份 尝过神善道的滋味 觉悟来世全能的人 他们离弃道理就不能重新敖悔了 所以是一个警告 真的人可以离开正道 其实还有其他的经文的 我今天主题不需讲这一点 但有一个经文 比较特别的 是马太二十四章时节 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 也要比起陷害 比起恨物 讲到在末后的日子 有许多人跌倒 跌倒意思是 本来他们没有跌倒的 然后后来的后果是什么呢 他们就比起陷害 比起恨物 他们就去陷害 其他的基督徒 其他的牧者 也比起恨物 恨物基督徒 这样的话 就是说已经离开神了 已经失去救恩了 但他们是跌倒的 就是说本来他们不是这样 后来是这样 后来他们就陷害基督徒 恨物基督徒 本来不是他们跌倒 才进入这个状态 所以就告诉我们 人本来可以是得救的 但后来跌倒 而且不是几个人 还是很多人 有许多人 有人开了这个卖 请你关掉 请关掉 请关掉声音 你是不是对我说话了 还是你 请你们替他换掉 可以吗 这个管理员 管理员在吗 管理员 管理员在吗 管理员在吗 好的 谢谢你 好了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人会 神会保守 但人可以离弃神 人可以离开神 但神会保守 但当人抗拒神的感动的时候 消灭 消灭 圣灵的感动的时候 他可以离弃神 所以圣经里面 有不同的经文 我在有一个 西伯来书 三章十二节 弟兄们 你们要谨慎 免得你们中间 或有人存着 不幸的恶性 把永生神离弃了 存着不幸的恶性 把永生神离弃了 离弃了 就是说 本来他们是没有离弃的 提摩太前书 四章一节也说 圣灵明说 在后来的时候 必有人离弃正道 离弃正道 必有人离弃正道 所以这个是圣经明明说的 对我们有什么警告呢 就是有些本来是有救恩的 但后来他们离弃神了 他们离开了神 这个是警告 就是所以要兼顾 那圣下将要死的 有些他们的灵命 非常的软弱 他们对神有抗拒 他们与神没有好的关系 他们将要死了 我们就要兼顾他们 不要说 他们曾经有一次信耶稣了 所以他们以后就得救 这一点我们需要很清楚 另外一点是这样的 单单信耶稣没有生命的改变 也不是得救的 因为圣经说 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 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 如果有人 有信心说他信耶稣 但没有行为没有改变的话 他们不是得救的 耶稣也说 凡称呼我主啊 主啊人不能斗进天国 唯独真行我天父主义 才能进去 所以 有些人 就是说主啊主啊 但没有真行天父主义的 不能得救 没有生命的改变 不藏在耶稣里面的 耶稣也不在他里面 这样就好像自己掉在外面 枯干人洗起来 扔在火里烧了 有些人就是 他们与神没有关系 就好像自己掉在外面 枯干人洗起来 扔在火里烧了 这里就说人可以离弃神的 所以离开神的 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危险 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危险 我们也反思我们的生命 是不是活的还是死的 那请你们思想一下 你是活的 有属灵的生命 你怎样有属灵的生命呢 怎样知道的很简单的 圣灵来叫我们为罪为义 为审判自己 如果我们犯罪有心里觉得不舒服的 圣灵会指责的 这个人就是圣灵提醒 然后他会悔改的 他会跟从神的 就是他与神有关系 但如果他有罪 圣灵提醒他 但他不悔改 例如他常常骂人 发怒 伤害人 没有感觉 或者是圣灵感动他 他有感觉 但他继续 继续又犯罪了 继续犯罪的时候 就不理会圣灵的感动 不理会圣灵的感动 就可以是不得救的 所以这个我们非常的小心 如果我们的心里面 没有治罪的心 或者是没有对付罪的心 没有建立与神的关系的心 这个与神的关系就有问题了 以前我曾经讲过有七样 对不起 是六样圣经所说的 得救人必有的果子 第一是继续悔改 离开罪 第二 是继续信靠耶稣做救主 然后第三 藏在耶稣里面的 耶稣就藏在他里面 然后第四 爱主的 若有人不爱主 这人可主可救 他会感激神 爱神 尊重神 看重神的 然后第五 他会尊重神的 不是称呼主啊 主啊 主啊的人就能进天国 而是 凡真行天父主的才能进去 然后第六 然后第六 是侍奉神 不一定是在教会有侍奉的刚会 而是会在马太福音 讲到有人没有做好事 祝福神的儿女 耶稣的弟兄的身上 没有祝福其他人的 祝福在主里面的人 没有建顾他们 建顾教会 没有侍奉 侍奉就是祝福人 也可以是传福音 带领他们成为神的儿女 如果没有这六样的果子的 这是他的生命 可以是有问题的 第一样在说 这个是继续悔改 离开罪 第二 继续信靠耶稣做救主 第三 继续亲近神的 与神有关系的 神感动他 他会回应的 然后第四 会爱神的 看重神的 喜悦神的 感激神 然后第五 会赠从神的 然后第六 会侍奉神的 会赠从神 会祝福基督徒 会祝福人 带领他们信主 这个是得救的果子 如果你发觉 自己没有得救的果子 就是说 你的生命 可以是非常的软弱 可以是不得救的 所以 我们需要小心 我不是说 你要罪就不能得救 有罪马上悔改 求神赦免 有罪 神赦免 真心的悔改 而且对付那些罪 神就赦免 这个人是得救的 这个人是得救的 我的意思是 这个人完全没有 重生的改变 犯罪不觉得有问题 不会对付罪 没有 没有与神有关系 没有祷告 没有福音神的感动 没有看中神 感激神 爱神 以神为乐 也没有 我再给你看一看 我们每个都有罪的 但问题是 我们会不会悔改 对付罪 首先我讲一讲 这个死 或者是半死 什么意思呢 这是与神的关系 非常的 胃弱 非常的软弱 极度的软弱 他就有可能这样要死 但完全的没有感觉的话 就很危险 曾经有一个基督徒 他以前有参加教会的 后来他没有参加 我就问他 你现在没有参加教会 里面有没有感动 有没有觉得不舒服 他说现在没有了 我说这个就很危险了 就是说 你已经没有这个圣灵的感动 是非常的危险的 你可以失去救恩的 所以我们需要明白 如果与神没有这个关系的话 是非常的危险的 下面的是 没有敬畏神 不爱神 祷告 祈求福 就是很多人就是求 一句啊 有钱啊 结婚啊 上儿女啊 儿女能够结婚啊 都是关心这些属世的事情 没有关心 得救 没有关心 与神的关系的话 他可能是不得救的 有些他们祷告是怎么样 求神圣 不是圣门 求神依据我啊 求神啊 给我一个老公老婆啊 求神帮助我的儿女 能够结婚啊 这些祷告 但是这些祷告 不能得救的 真正的祷告 必定有悔改 认罪 求神圣门 也愿意顺从神 尊从神 爱神 然后他们没有与神沟通的 与神没有来 这个神感动他 他没有回应的 也受不到神的提醒 因为他犯罪不觉得有问题 所以没有感觉的 然后随意的犯罪 不知道 不治罪 也不悔改 不关心永恒 这些就是死 或者是半死的基督徒 然后行为不完全 刚才所说的 行为不完全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里面很多的罪 所以他的行为 每一样都有问题 例如 会骄傲 自大 里面 觉得自己很 很厉害 比其他人都更好 这个是有危险的 我们不需要比较 与人比较 我们不需要与人比较 如果我们是 有 就是 有什么地方 比其他人好的 有可能我们有些恩赐 比其他人好 我们就感谢神 神啊 不是我的 不是我有的 是你赐给我的 这个就是谦卑 不要说 别人没有 我有 而是说 我所有都是神赐给我的 或者是自我中心 告知自己 有些人是这样的 就是在诈会里面 都是说 人又怎样 尊重我啊 看重我啊 叫我是很重要的 在社会里面很重要的 这个就是自我中心 我们应该注目在别人身上 不是注目在自己身上 为自己而活 就是活的目的 就是为自己 有些很多人就说 我就是要赚钱啊 我要结婚生儿女啊 结婚生儿女没有问题 赚钱也没有问题 但他的生命的目的 就是赚钱 结婚生儿女 然后思想 负面 误会 败坏 我们反思一下 我们的思想 是不是 很多时候负面 担心忧虑啊 埋怨神啊 埋怨人啊 有误会 误会的意念 有淫恋 有清康人啊 憎恨人啊 败坏是误会的 不好的 源于会伤害人 得罪人 夺取神的荣耀 这是说 啊 我很厉害啊 你看看我 我这么厉害 我们 如果能够做任何事 我都 我们都要说 神啊 是你的恩典 是你的恩典 我不配的 是你祝福我 所以我 啊 不敢夺取 你的荣耀 是你的荣耀 而且 有些人是表面 侍奉神 但里面是为了 自己的荣耀 为了自己能够 啊 比其他弹 强 有些人侍奉 为什么呢 要 表现 他比其他弹 强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非常危险的 所以我们要明白 就是说 啊 啊 啊 我们侍奉的时候 真的说 神你这么美好 我要全信的侍奉你 荣耀你 让人看到你的荣 啊 你的荣耀 然后 有些人行为 是 羞辱神的 就是行为 就是 啊 神看到 就说 啊 人看到 就说 这个人呢 他不像基督徒 他所做的 就很有 很多问题 啊 这些就是行为 不完全 最严重的 就是可以失去救恩 好了 我们去到 这个 起初的部分 啊 然后第一 刚才耶稣说 这个照会 其实是死的 安明是活的 啊 然后你要 建顾那 剩下来 还 这样要死的 啊 我见你的行为 在神面前 没有一样 是完全的 所以你要回想 你是怎样 领受 神的恩典 怎样听见 也又要遵守 并要悔改 所以这里讲到 基督徒的生命 必定有 悔改 然后遵从 啊 这个平约色 啊 这个恩典 福音的教导 不讲悔改 不讲 正宠 他说 他这样说的 啊 你能够完全的 全心全意 爱神吗 你不能做 为什么要教导人呢 你就是给人 有压力 但这个 我们应该去做 去遵守 遵守不到 就求神圣满 然后继续去爱神 啊 但这个平约色 还有其他 还有其他 这个恩典福音的 就不讲悔改 不讲 正宠 所以我们知道 悔改了一些 平约色说 悔改了一些 是改变主义 以前是负面 现在变得正面 这个 这个是悔改的一部分 但悔改很重要 是离开罪 全心的尊从神 然后若不警醒 我必临到你那里 如同结一般 一样 我几时临到你 也绝不能知道 就是说 如果不警醒 警醒的话 神会临到他那里 如同结一般 神 神 结一样 神可以随时 领到人身上 人可以马上 马上有困难 有疾病啊 有死亡啊 如果神要惩罚 那人的话 所以我们需要 小心 不要在神面前骄傲 你们听过 李小龙 他的功夫很厉害 他最后一部影片 叫死亡游戏 但这个就好像死亡是个游戏 然后这个影片没有做好 做好 他已经死了 当时有一天我走在路上 看到这个报纸上面 写着李小龙暴毙 我听到 哇 怎么可能啊 怎么可能会突然死了 就是他以为他可以看死亡是游戏 其实我曾经在外国的时候 读神学的时候 读圣经大学的时候 曾经有一次有一个人 因为学校问我们 愿不愿意接待一些人在你的房间 因为我们有房间 可以在你的房间睡觉的 你可以让他们去你的房间 我就让他 有一个人来 这个人是中国人 当时我是在外国的 他跟我沟通关于李小龙 因为他以前是 曾经与李小龙一起打功夫的 然后他说 哇 有一次他见到李小龙 李小龙说你现在有没有练习功夫啊 然后李小龙释放一下 一脚踢过去 他就飞去很远的地方 然后这个基督徒就像 然后李小龙说 劝他信要书 但李小龙说什么 我怎么需要信要书啊 就是意思他这么厉害 他这么 全世界好像功夫最厉害就是他 他的影片这么多 他的电影这么多 这么多人看 他怎么需要信要书啊 他就以为他不需要信要书 但后来他就死了 这个其实在李小龙死之前几天 我在电视看到他 看到他的时候 他非常的傲慢 非常的骄傲 他因为当时他为 啊 啊 为 啊 就是他告诉一个人 有人说他告诉人 你如果你要 对我做不好的事情 事情我要用刀来伤害你 有人这样控告他 然后他说 我不是要用刀 他就示范这个 啊 节目的主持人 他就说 我的手放在你的 啊 身上 然后我就去 啊 以准的距离 手指的距离 我发现 你就会领受这个力量 他发现这个人就马上跌倒 他说我不是要用刀 但他说话的时候 他非常的傲慢 要过几天 他就突然死了 这个是 我不知道实际上发生什么事情 但这个可以是神的审判 临到他身上 所以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神的审判 审判可以来到我们身上 所以不要说啊 还有很长的时间啊 啊 我啊 还有很多年的时间啊 我慢慢信主也不要紧 我慢慢悔改也不要紧 我需要明白 神随时可以来到没有人能够逃脱的 我们就真的警醒 我们就真的警醒 然后在啊 撒地教会 他们啊 啊 有几名是未曾 误会自己的衣服的 他们要穿白衣 与我同行 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 这是有几个人 他们是未曾互卫自己的衣服 我们每个人都有罪 这个意思是 他们未曾犯啊 比较严重的罪 他们不是故意犯罪的人 都是尽力去尊重神的人 他们虽然有罪 他们还是啊 他们有耶稣的赦罪 啊 但他基本上 他们是尊重神的 有几名 然后他 他们要穿白衣 与我同行 啊 白衣 这个可以第一是 就是啊 耶稣的衣袍 就是在神的面前 我们有耶稣的衣袍 耶稣所行的衣 啊 披在我们身上 我们就好像耶稣的永美 所以我们可以相信 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神很喜悦我们 我们信靠耶稣 跟从耶稣 神很喜悦 我们就好像 好像 替代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 啊 圣经有说 受洗的就是替代耶稣基督 我们就是 穿着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 这个就是 第一个白衣 另外一个白衣是 圣徒所行的义 在啊 《喜事录》十九章讲到 基督徒所行的义 也在我们身上 所以他们有这个白衣 耶稣的衣袍 也有我们基督徒所行的义 我希望我们都是这样的 首先信靠耶稣 有耶稣的衣袍 也同时 也有基督徒的好行为 你有没有尽力去尊重神 爱神 对人谦卑 爱 欢欣人 传福音 建立人的灵命 荣耀神建立教会了 如果有的话 你去有圣徒的义 圣徒的义袍 这个西玛义在我身上 这些人是配得过的 就是我们行事为恩 与蒙照的恩相称 就是说 我们蒙受神这么大的恩典 我们的行为也应该 降显神的荣耀 配得过他的恩典 然后第五节 凡得圣的 必将穿白衣 我必不从生命侧上 涂抹他的名 且要在我父面前 和我父众使使者面前 认他的名 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就是说 耶稣会认他的名 耶稣曾经说的 谁不认我的名的 我在我天父的面前 也不认他 谁以我的名为耻的 耶稣也以他为耻 所以我们就说 神啊 你的名是荣耀的 我问一问你们 你们离开教堂的时候 还会不会讲耶稣的名呢 有些人只是在教堂的时候 会讲耶稣的名 而且有些基督徒 在教堂也不讲耶稣的名 在教堂讲什么呢 我这个月发生什么事情 家中发生什么事情 我这么烦恼 不开心 都是讲自己的问题 或者是某人的问题 有没有去荣耀神 告诉人 神这么美好 神这么美善 我要荣耀神 神真的很美善 为什么人有些人会荣耀神呢 因为他们常常亲近神的时候 我们就会经历神的同在 就会经历神的平安 神的喜乐 神的爱 当我们越亲近神 我们就常常有好的见证 我们就常常有经历神的平安 神的爱 神的能力 在我们身上 这个就是 这样的话 他就会很愿意去见证神 任何时间 他都会告诉人 我经历到神的作为 神真是美善 神这个星期又祝福我了 真的非常的美善 这个就是 有与耶稣的关系的话 他就会常常 葬神神的荣耀 也提到神的美善 我希望我们都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常常认耶稣的名 好了 现在我们讲第二个教会 启示录第三章第二个教会 费拉铁费的教会 费拉铁费的教会 和士美拿的教会 是耶稣没有举折的教会 这两个教会很特别 是耶稣没有举折的 西美拿教会 耶稣说 他们是贫穷 却是富足 所以他们不是 他们是外面的贫穷 但里面是富足 在神面前是富足的 所以这里称赞他们 他们是有富足的 丰盛的生命 丰盛的生命 不但是钱财 而是有喜乐平安 有爱心 有恩赐 有能力 有动力去侍奉神 荣耀神 这个就是富足 有丰盛的生命 有几个人为耶稣的缘故 撒奸 所以他们是 为主受苦的教会 的士美拿教会 另外 费拉铁费教会是怎么样 略有力量 力量不太大 但耶稣还说他们有些少力量 遵守神的道 没有弃绝主的名 他们被犹太人逼迫 耶稣就说他爱他们 这个是非常特别的 当然神爱我们每个人 但这里特别的说出 耶稣爱他们 启示录三章七节 你要写信给费拉铁费教会的使者说 那圣洁正时拿着大卫的月时 开了就没有人能关 关了就没有人开的 说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略有一点力量 也曾遵守我的道 没有弃绝我的名 看啊 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 是无人能关的 那撒旦议会的人 自称是犹太人 其实不是犹太人 乃是说谎话的 我要使他们来 在你早前下拜 也使他们知道 我已经爱你了 我是已经爱你了 所以这里说 耶稣已经爱他们这个教会 然后他说 你要写信给费拉铁费的招会 的使者说 我要回到前面的一页说 对不起 我要回到这一点 在启示录三章六节说 圣灵向众招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因为平约瑟和 安典福音的人 他们说 启示录 因为启示录有很多 指责的话 也吩咐他们要悔改 要尊重神 他们就 他们 他们不 不是这样教导 他说 启示录不是给信徒的 只是给他们的使者 但是给这个牧者的 不是给信徒的 这个信息不是给信徒的 但第六节很清楚说 是给所有人的 为什么呢 他说 圣灵向众招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你摸一摸自己 有没有耳朵啊 你有耳朵就要听了 这是说 凡有圣灵的就应该听 神 圣灵对众招会所说的话 所以启示录的气氛书信 是写给所有基督徒的 每一个有耳朵的 就应该听神的 启示录的气氛书信 好了 我们现在就 回到费拉铁费 然后耶稣说 我是那圣洁的 我是圣洁的 神真实的 我是跟从真理的 拿着大卫的钥匙的 就是说 大卫这个钥匙开了 就没有人关 关了就没有人开 这个救恩的门 现在是开了 人可以进去 我们要趁 可以有机会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趁这个机会就悔改 信靠耶稣做救助 基督徒也是这样 趁这个机会建立与神的关系 也尊重神 服侍神 永远神会纪念 因为有一天 关了就没有人开 如果你去乘地铁 你赶时间 你去到 看到这个地铁 快要关门了 你走过去 然后 你走过去 他就关门了 然后你拍这个门 拍这个门 这个门还不会开的 同样 这个天国的门 关了就没有人能开 无论怎样 哭求 也不悔改 永远没有机会 所以我们就说 神啊求你怜悯 帮助我们真心的悔改 我们有什么罪 必定要信靠耶稣 悔改 认罪 趁这个救恩的门开的时候 信靠耶稣 得到这个 救恩 然后 耶稣说 你日有一点力量 也有些少力量 也曾 遵守我的道 没有弃绝我的名 所以他们 有些少力量 当然我们应该追求 更大的力量 怎样有力量 这是 多读圣经 相信神的话语 很多人 他们没有力量 为什么呢 他常常怀疑 神是不是去赦免我 神是不是去亲近我 我打过的时候 神是不是去在这里 神有没有力量给我 其实是他们没有信心 按照圣经 我们亲近神 神就必定亲近我们 这个不是要怀疑的 他必定亲近我们的 我们悔改 天上都会我们欢喜 我们尊重神 神必定喜悦 这些都是圣经所说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肯定 肯定 神必定 神必定 接纳我们 我们信靠神 亲近神必有力量 但因为有些 他们祷告 只是用悟性的祷告 只是祈求 神啊 给我多些钱 给我工作 给我妻子 或者是丈夫 给我工作 给我儿女 就是这些都是 这种祷告的力量不大 因为这个就是 但是追求他自己所要的 我们应该更多的悔改 力量 这个就是神童在带来的 你用 越用时间投入祷告 就越有力量 而且可以整天的赞美主 有些人我问他们 你一天祷告多数次 有些人说一次 有些人说两次 啊 就是 我鼓励你们 整天都祷告 整天都爱神 喜悦神 以神为乐 神就给你力量 而且他们也遵守神的道 没有弃绝神的名 所以这个 耶稣称赞他们 他们遵守神的道 神说要爱人如此 要饶恕人 怜悯人 祝福人 传福音 建立人的灵命 凡人 耶稣所吩咐的 都教训人遵守 这个是耶稣所吩咐的 所以 所以圣经的确 吩咐我们要遵从神的 这个恩典福音的 他们没有讲到这个尊重 这个是很重要 他们的非常严重的问题的 然后 不要弃绝神的名 就是常常抓住神 抓住神的名 我是神的儿女 耶稣的名 耶和王的名 是尊贵的 你是宝贵的 你是生命的源头 是救恩的源头 我们就 抓住神的名 信靠神的名 然后耶稣说 我在你面前 为你 给你一个敞开的门 是无人能关的 我开了这个门 没有人关的 现在可以进去得救 然后将来 有一天会关的 千万不要等到 关的时候 才祈求神 那撒旦 一会的人 自称是犹太人 其实不是犹太人 乃是说谎话的 谎话的 我要使他们来 在你脚前撒拜 我使他们知道 我是已经爱你的 这里说有些 犹太人 他们是没有信靠耶稣的 是撒旦一会的人 他们是说谎话的 有一天 他们要你找钱撒拜 这个意思 不是敬拜的意思 而是 就是 去福在你面前 说我们错了 你是对的 你信耶稣是对的 这个可能是 首先是在审判的时候 会发生的事情 也可以是在地上 他们就承认 你们真的是跟从神 真是荣耀神的人 也使他们知道 我是爱你的 我已经爱你的 这个是非常好 这是当我们 这里说是 他们爱神 尊重神 倚靠神有一些力量 尊守神 没有弃绝神的名 神就喜悦他 神就爱他 虽然神爱每一个人 但这里特别的说出来 就告诉我们 有限是神 特别的爱 告诉他们 神特别的看重他们 然后 三章 十节 你记 神的名 这城就是从天上 从我神那里 降下来的信耶路撒冷 并我的信名都写在他上面 这里说 你既均守我忍耐的道 你既均守我的道 我就在普天下人 下人受试炼的时候 保守你免去试炼 有些人就用这句经文说 这个就是说 在大灾难的时候 他们会被提 其实圣经是很清楚说到 基督徒是需要面对大灾难的 圣经所说的大灾难 大灾难 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的 这个是圣经所说的 今天我不去讲这个主题 我现在不讲 但我们都需要面对大灾难 这里经文所说的是 就是说神会保守 但这个经文没有说去 叫他们离开这个大灾难 是圣经没有说的 我们不能就推断 推断 圣经说 这个是被提 这个圣经没有说的 我们要不要将 圣经没有说的话 放进圣经里面了 然后我必快来 你要持守你所有的 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 你要跟从神 快 持守你所有的 我们与神的关系 我们要取守 我们 我们的侍奉 我们要取守 我们的生命 我们要取守 不要让魔鬼夺去 然后得圣的 我要叫他 在我神殿中做柱子 这个非常的宝贵 什么意思呢 柱子就是重要的支持 这个就是他们要在神的殿中 有非常宝贵的地位 这个神的殿就是神的家 就是所有的基督徒神的教会 就是神的殿 所有信耶稣人就是神的殿 他们要成为神的殿的柱子 如果当他们遵从神的时候 得圣的时候 他们就在神面前做神的殿的柱子 就是说他们会支持这个教会 支持神的教会 让教会建立起来 站得稳有力量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是柱子的 但这个柱子意思就是说 有些人是特别尊从神的 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 他不会离开那里的 然后我将神的名和我神成的名 还有主耶稣的姓名都写在他上面 这是有这个神的印记在他身上 在启示录讲到 有这个无底坑开的 然后这些蝗虫出来 他们都要伤害那些没有神印记的人 所以我们必定要有神的印记 请你们关掉这个麦 有人麦没有关掉 好了 然后最后的教会 老底价的教会了 启示录上证十四节 你要写信给老底价教会的徐姐说 那为阿门的 为诚信 真实 见证的 意思是什么 是见证人 这是诚实 信 真实的 见证人的意思 这个 在神创造万物之上 为元首的 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也不冷 也不热 我罢不得 得你或冷或热 你既如问水 你既如问水 也不冷 也不热 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你说我是父祖 已经发了财 一样都不吃 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 可怜 贫穷 撒眼 吃剩的 这里 这个老底价教会 就是 耶稣说 我是阿门的 阿门这是证实的 意思 为 我是见证人 我是诚信 有诚实 有信实 证实的 见证人 在神创造万物之上 为元首的 耶稣是在所有万物之上 为元首的 耶稣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也不冷 也不热 你既如问水 也不冷 也不热 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所以 这个不冷不热的人 耶稣是 觉得很 很不喜欢 因为他们的行为 没有热性 有热性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神这么美好 我要回应神了 神这么美好 我静静神神就祝福我 神就加力量给我 就美好 神也曾经祝福我们这么多 我要感谢神 我要回应神 这个就是 对神有回应 有 哇 我真的喜欢神 我真的喜悦神 我真的愿意赠重神 这个就是 热心 我希望我们都 对神有热心 不要说 不要说 很多信耶稣是这样的 有些人以为 信耶稣太强 就是迷信 其实信偶像才是迷信 但我们信靠这个真神 神赠重祂的时候 祂是能够凡事祝福我们的 祂是能够提升我们整个生命的 我们就 赠重祂不是迷信 而是信靠了真神 回应祂 与祂有关系 这个是热心 我希望你们都热心去传福音 关心人的灵魂去 帮助人 祝福人 神就喜悦 我希望我们都是这样的 对神有热心 如果没有热心的话 耶稣想将这些人从口里吐出去 然后他们也说 我是富足的 已经发了财 一样都不吃 但我知道你的 你是那困苦 可怜 贫穷 他们以为他们是富足 这是外面的 他们有钱 但里面却是困苦的 他们是困难的 困难在痛苦之中的 是可怜的 不是蒙福的 是贫穷的 他们在神里面是贫穷的 没有恩典 没有力量 没有恩赐 没有果效 没有基督所行的义 没有 撒眼 他们看不到神的美善 只看到人的不好 撒眼 就是看不到神的话语的宝贵 神的宝贵 去圣 就是说他们 他们的罪显露出来 所以我们就说 神啊 求你灵敏 我们不要 我们不要 好像老底下教会的 不冷 不日 也不要向他们 去生 露体的 可怜的 贫穷的 然后 耶稣说 三章十八节 我劝你向我买火链的金子 叫我富足 又买白衣穿上 叫你自身的羞耻 不露出来 又买眼药 擦你的眼镜 使你能看见 凡我所疼爱的 我就责备 责备管教他 所以你要发热心 也要悔改 看啊 我站在门外 扣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 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一同作息 得圣的 我要赐他 在我宝座上 与我同坐 就如我得了圣 在我父的宝座前 与他同坐的一半 这里叫他买火链的金子 叫你富足 也买白衣穿上 叫你自身的羞耻 不露出来 这个 以赛书五十五章一节 这里说 你们要一切干渴的 都当就进水来 没有银钱的 也可以来 你们都来买了吃 不用银钱 不用价值 也来买酒和奶 这里所说的 就是说 你们干渴的 你们有缺乏的 来 就进水来 就进水来 没有银钱的 也可以来的 没有钱 你们都来买 买了吃 不用银钱 不用价值 也来买酒和奶 就是说 这个买是不用钱的 买东西 其实通常人都是很喜欢的 买东西 你喜欢的东西你去买 但这里说 买了不用钱去买 所以圣经说的是这个意思 就是买这个火链的金子 不是你用钱换来的 去白白的恩典 但好像买东西 这样开心的 买这个金子 这是这个是富足 神里面的富足 神里面的富足 是有恩典 有力量 有平安 有喜乐 有恩赐 有侍奉的智慧 所有神想你有的都有 又买白衣穿上 有领受耶稣这个衣袍 叫我们的吃生的羞耻布露出来 又买眼药 擦去擦你的眼睛 叫我们能够看见 然后下面这里说 凡我所疼爱的 我爱的人 我就会责备 管教 神有些时候 让我们有一些苦难 去为我们的益处的 有些时候 有些人有病 可以去神的管教 神的责备 叫我们倚靠神 叫我们悔改 因为人如果 凡事都顺利的话 有些时候 就会忘记神 有些时候 就没有看到自己的罪 但如果我们有罪的时候 神管教我们 叫我们去罪 的话 就会 叫我们 这个去管教 叫我们去悔改 所以你要 发热心 有热心 也要悔改 看了耶稣在门外 叩门 听见耶稣的声音 就开门的 耶稣就进到他那里 他与我 我与他一同作息 这里说到 耶稣就要进来 在我们心中 但我们回应神的感动 我们每个基督徒 都应该有神的感动 在门外 扣门 这个经文 其实是对基督徒说的 这个是对 老底教教会说的 你听到耶稣的声音 你就开门 听到神的感动 就开门 就欢迎耶稣 就说 耶稣请进来 请做我的主 做我的救主 耶稣就进来 与他们 我们一同作息 一同吃饭 一同开心的生活 什么是不冷不热了 这是不关心神的事情 所有事都比神重要 钱啊 家庭啊 生儿女啊 这是最重要 对神的事情不重要 生命是为了满足自己 这是为了满足自己 有想自己要的东西 生活世俗化 这是最求世界上的世俗化 最求钱啊 最求荣华 荣华 富贵 还有啊 还有啊 圣儿女啊 圣儿女不是错 但有些 但是注目在 圣儿女 以福音为耻 想到神就 不敢提到耶稣 我希望你们都争取 机会去 诚然耶稣 或者是在 最终作乐 在最终 享受罪 啊 半岛人 然后 后面讲到 得胜的怎么样了 得胜的 二十一节 得胜的 我要赐他 在我宝座上 与我同坐 就与我得了胜 在我父的宝座前 与他 宝座上 与他同坐一半 这里所说的是什么呢 这个应许 给这个老底家的 教会是非常特别的 因为 这个 是坐在宝座上 在与耶稣同坐 在 耶稣的门徒 彼得 对不起 是 雅各 约翰 他们的母亲 曾经说 请你 让我的 两个 两个儿子 一个坐在你右边 一个坐在你左边 能够 做 与耶稣一同坐 但这里应许说 我们得胜 就与耶稣同坐 当然 与耶稣同坐的 不但是我们有 也有很多很多人 得胜的 这是你 越进行神 越尊重神 越侍奉神 越做神喜悦的 神就越 与你同坐 你就越 借进神 我希望我们都渴慕 我非常的渴慕 能够很 借进神 当然在天堂上 每个人都去 借进神的 但这个是有 程度的 好了 我们就看一看 启示录 所 七封 树心 所说的 得胜 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 没有离弃 起初的 爱心 回想 从哪里 坠落 并要悔改 行起初所行的 是的 这个是 得胜 这是离弃 冷淡 有爱心 悔改 行起初所行的 然后 至死 忠心 忠心到死的时候 神就赐 我们生命的冠冕 然后 得胜的 又 遵守神的命令 遵守到底的 这是得胜的 发热心 有热心的 悔改 不是不冷 不热的 好了 主耶稣 怎样应许 得胜的基督徒 得胜的基督徒 尊从神 爱神 有热心的 尊从神 侍奉神的 胜过罪的 耶稣怎样应许呢 在第一个教会 以福所教会 耶稣应许说 得胜的 我必将神乐缘的 圣命树的果子 赐给他吃 这是在天上 我们也有这个 圣命树的果子 这个是 在起初 在伊甸园里面 吃了之后 就不会死的 这个 永远不会死的 然后 这个 世美拿教会 你不要 赐死 忠心 我就赐给你 那 生命的冠冕 就 神 忠心到底 我们就有这个 生命的冠冕 永远 在我们身上 然后 得胜的 必不受 第二次死的害 就 不会 就是 死了之后 我们就 有生命 与神一起 不会有第二次死 去地狱这种死的 这是有永生 然后 这个 别叫 魔 别叫 魔教会 得胜的 耶稣就将 那隐藏的 玛拿给他 他就有这个 玛拿 永远的食物 属灵的食物 在神里面 就 得饱足 在世上 得饱足 永远有力量 有喜乐 有力量 有恩赐 越清津 就越有这种 丰盛的生命 所以得胜的人 就有这种 这个 玛拿 然后 也有 姓名 有一个姓的名字 在他身上 我们是属于神的 然后 启示录二章 二十六节 推亚 推拉的 教会 得胜 要 遵守神的 命令 到底的 神就 赐给我们 权柄 祈福 列国 他必用 铁杖 撒管 他们 将他们如同 摇护的瓦器 打得粉碎 能够胜过 列国 能够在列国中 将神神的荣耀 传扬福音 胜过魔鬼的力量 胜过魔鬼的 控制 胜过魔鬼的 权柄 能够粉碎 魔鬼的力量 粉碎 抵挡人的力量 不是去 杀人 而是拦住 他们的 属于魔鬼的力量 粉碎 打得粉碎 正如 耶稣从父 领受的权柄 我们就有这个权柄 可以得胜 神也将 诚 诚 赐给我们 诚 诚 彼得后书 一章 十九节 说 要等到 诚 诚 在你们心里 出现 才是好的 就是里面 有这种光照 在黑暗中 这个 晚上过去了 然后在早晨来的时候 就有这个 诚 人心 这个 神的亮光 就来到他身上了 然后 启示录上将五节 得胜的 这个是 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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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教会的 穿白衣 也不会 失去 这个生命册 生命册 他有他的名字 就是永远得救 也有 也有耶稣的 衣袍 还有基督徒的 所行的 义 然后 非拉 铁非的 照会 在普天 下人 受 试炼的时候 保守我们 免去 我们的试炼 就是说神会保守我们 保护我们 祝福我们 得胜的 就在神的殿中做住子 其实这个是最特别的 这个就是 成为这个 在照会里面成为这个照会的住子 这个是非常特别的 就是他们会 去取照会 有力量承担 这个照会 帮助很多人建立神的名 并且将神的名放在他身上 然后 老底下照会的 怎么样呢 得胜的 首先是耶稣与他同坐 喜 然后得胜的 就在耶稣的宝座上 与耶稣同坐 这是非常的美好的 能够与耶稣同坐 所以我希望我们都说 神啊 我要靠主得胜 胜过所有的罪 胜过懒惰 胜过我们的软弱 靠主得胜有余 这里你看到这个右边的图 这里这个人坐在耶稣的上面 这个就是我希望我们都可慕 神啊 我要坐在你的上面 与你同在 这是好的无比的 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应许 希望我们都可慕 能够 真的能够得胜有余 好了 我们今天所讲的 就是说 我们感谢神啊 帮助我们在神面前 有力量 就是有力量站立得稳 叫我们能够 首先是不去死的 不是好像生命是死的 是真的有生命是有属神的生命 不是安民是死的 安民是活的 但里面其实是死的 我们是真的是活的 然后我们也不误会 我们的衣服 我们就有神的 耶稣的衣袍 还有 这个基督所行的衣在我们身上 这个就是有这个衣袍 是神所喜悦的 也好像这个费拉铁飞的 有力量 正守神的道 没有弃绝神的 没有弃绝神的名的 也不要好像老底下 教会这样 不冷不热 是真的富足 不是贫穷的 不是吃胜露体的 不是可怜的 是蒙福的 然后也是得胜有余的 叫我们能够坐在耶稣的宝座上 与耶稣一起坐在耶稣的宝座上 我希望我们看到这七封书信 都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我们每个都听 求神圣满我们 怜悯我们 祝福我们 帮助我们走在神的路上 靠主得胜 不要不冷不热 不要失去起初的爱心 这个耶稣的宿信 提醒我们 得胜的是蒙福的人 靠着主胜过罪 胜过试探 胜过软弱的 胜过懒惰的 是有福的 神就永远地祝福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咱们 你是充满荣耀的 你的里面有丰盛的恩典 所有一切的恩典 都在你的手中 如果你们可以 可以站起来祷告 你更容易感受 神的同在的 感谢天父啊 神你是充满爱 充满力量的 我们全心地 依靠你 仰望你 我们专心地 依靠你 你是爱我们的神 爱我们的王 我们需要你 求神帮助我们 悔改 不要不冷不热 不要在里面去死的 帮助我们真的 为你大发热心 为神大发热心 热心爱主 因为神是这么美善 神的道是这么美好 神是创造一切 掌管一切 审判所有人的神 所以我们完成的 赠从神是最蒙福的 我们愿意全心全意地 赠从你走神的路 荣耀你 你就喜悦 当我们靠着主得胜 胜过罪 胜过负面的想法 胜过软弱 胜过所有负面的东西 我们就能够蒙受 神很多的应许了 神就叫我们 坐在耶稣的宝座上 与他一起坐 也是能够成为 教会的柱子 能够支持教会 成为神的家的柱子 神要帮助我们 荣耀你 你的应许的 凡得胜的 必定蒙福的 加给我们力量 给我们动力 我们赠从神 侍奉神 亲近神 荣耀神 必定蒙福神 必定提升我们的生命 我们就能够为主 发光 我们的生命就不会浪费 主神怜悯 与我们同在 祝福每个人都悔改 都赶从神 赠从神 做神 吩咐的 神就喜悦 感谢天父 优优独播剧天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